法国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丰富的思想资源 比较浪漫的悠闲的生活方式 充满文化气息的生活方式 充满文化气息的生活方式 刘恒先生您好 谢谢您接受了航向法国的访谈邀请 按眼下实心的说法 您属于中国的跨界名人 因为您的头衔中不仅有著名作家 中国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之一 而且还是许多国际知名的中国电影的编剧 此外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作协主席 所以我们中国名人谈法国专题节目 今天想到利用您访问法国的机会 特别请您谈一谈您个人和法国 以及法国文化的关系 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您的法国故事 为中文世界的网友深入了解和认识法国 提供一个有意思的参照 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法国和法国文化 是通过什么方式 法国文化是少年时代 听说有巴黎公社这么一个名词 同时知道国际歌是在法国这儿唱起来的 这是接触法国文化的第一次 法国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法国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丰富的思想资源 还有比较吸引我的是它比较浪漫的 悠闲的生活方式 充满文化气息的生活方式 对我吸引比较大 当您第一次来法国的时候 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第一次来法国的时候 感触很多了 第一次来 在航班上行李就丢了 坦率地说 最实际的感受是 法国是一个有优旧文化传统的国家 而且这种文化传统保护得非常好 好到了让我惊讶的程度 对你来说 法国意味着什么 法国意味着浪漫主义情怀 意味着对自己独特性的 保护 对自己个性的 民族个性的追求 我觉得法国有很多 值得学习的地方 您最欣赏的法国作家是谁 我最欣赏的法国作家 应该是萨特吧 萨特在八十年代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在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是它的存在主义哲学 对中国影响非常大 在您看来 你觉得一位法国作家和一位中国作家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最大的区别 首先是他面对的读者群有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作家面对的读者群在理论上有十几亿人 法国作家 我相信面对的读者群可能会少一些 再有一个就是 法国作家所面对的社会竞争不是特别激烈 社会相对平稳 我来法国之后觉得 法国的整个的生活状态比较平静 当然这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 而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中国社会 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 在竞争的状态之下 社会现象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也多姿多彩 当然也有很多问题 这个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不同 您怎么看待法国人的浪漫 我觉得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情怀 是这个民族基因里的东西 难以改变 我曾经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不知道法国人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在欧洲 法国始终是一个浪漫青年 充满了活力 而德国是个成年人 神强力壮 英国是一个富足的老年人 像个老绅士一样拄着拐棍 这是我的印象 在我印象里 法国确实是一直充满青春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种感觉 正确不正确 法国人是否接受 您认为法式生活艺术 应包括哪一些主要的元素 我觉得法式的生活因素 从物质的角度来说 它的生活方面的设计 各种各样的设计 比如服装 美食 建筑 等等 我觉得都非常好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艺术创作 它的各种各样的 跟艺术有关的一些知识的开拓 都很好 另外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它不仅是一个文化大国 它还是一个思想大国 它在为全世界人类的知识宝库 在源源不断地提供思想的成果 我觉得今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给法国 文学奖也颁给法国 这是它的一个思想上的收获 这个是对法国 整个社会优点的一个赞美和肯定 这也值得学习 您觉得法国人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最大缺点又是什么 一个是对自己个性的追求 对自己民族个性的追求 对自己独立性的追求 还有一个它的包容性 我在街头看到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人 大家以某种状态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种包容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但是我相信它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都知道在生物界里杂交是有优势的 如果只是为了保持种族的单纯 避免外来文化的进入 它的种族的生长会受到影响 而杂交之后 它会越来越强壮 而且它会生发出很多新的可能 这个民族也会越来越有活力 我觉得法国未来的活力 也在这种包容性当中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至于说到缺点 我不太好意思 我不愿意说别人的缺点 我还是觉得法国跟中国相比 我觉得略微有一些懒散 懒散 我不知道这个词恰当不恰当 我是觉得它如果更勤奋一些 或者竞争的欲望再旺盛一些 可能对社会的发展会更有帮助 当然你竞争可能会带来痛苦 这个可能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一代一代人的生活 处于一种过于悠闲的状态 过于懒散的状态 对法国的整体竞争力 会有不利的影响 这个可能要承担一定的后果 这个是我一个外人很冒昧的 说的法国的弱点 但是这只是我的直觉 没有经过太理性的研究 如果大家觉得听着不入耳 请原谅 请原谅 你认为法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中国应当向法国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又是什么 我觉得法国向中国学习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吃苦耐劳 吃苦耐劳 中国有大量的底层人 从事着非常艰苦的工作 但是为了亲人的幸福 为了家族的幸福 他们可以吃很多苦 能够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那些苦难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民族始终在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动力 如果大家觉得吃苦耐劳可以学习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是源于什么样的民族生存的基础 对中国社会做更深入一步的了解 我相信这种品德有它值得学习的地方 至于中国学习法国 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物质生存条件太残酷 中国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始终是不遗余力的 而法国也有可能是因为经济上比较富足 生活比较安逸 使人有更旺盛的经历去追求精神财富 追求思想财富 我觉得法国人对人类精神财富的追求非常细腻 非常全面 而且这种动力是源源不断的 始终在往前走 这个应该说在整个西方世界也是走在前面的 这个值得中国学习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 我们还要创造属于全人类的 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物质财富有的时候又显得很重要 实际上相比之下对人类的生存来说 精神财富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 这是我的观点 对您个人影响最大的法国书籍有哪些 我看过很多法国的文学作品了 但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萨特 我在法国提到萨特的时候 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好像有很多人反感萨特 可能萨特是既不受左派的欢迎 又不受右派的欢迎 两面不讨好 但是我对萨特非常尊重 我觉得仅凭一个人的大脑 生发出那么多复杂的思想 为人类提供那么多宝贵的财富 我觉得这个大脑非常不简单 我这次来的时候在飞机上 我就带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就是我们中国翻译的萨特的哲学著作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他对自己的存在主义 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 这个书我早年看过 但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看不懂 我现在在飞机上看 仍然有很多地方看不懂 但是我能够感到他思想的深邃 他思考的深入 您记不记得一句 曾给您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 法国名人的名言 我可以杜撰一句名言 你们的法国总统 我对他并不了解 只是在偶尔在电视新闻里 或者在报纸的新闻里 能看到这个人 知道他好像是社会党吧 但是我真正注意到他 而且觉得他比较可爱的呢 是小包记者偷拍的一张照片 他戴着头盔去准备骑摩托 去会他的情人 我就觉得像一个古代的法国骑士 骑着马去会他的情人一样 我突然觉得这个郑水家非常可爱 你要让我杜撰一句名言的话 给这幅图片配上三个字 叫我爱你 或者我爱他 我觉得这三个字 如果从每一个人 从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说出来 这一群人向另外一群人说出来 这一个国家的人 向另外一个国家的人说出来 甚至向自己的敌人说出来 我们这个世界就有希望 我爱你 奥朗德先生的名言 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 您对这次来巴黎参加法中文学聚会活动 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我特殊的感受就是 在信息爆炸的这种局面之下 文学所处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 这个最直接的表现是 我们的所有的讨论会的听众 不如我们预想的多 这个在国内也是一样 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种文学活动 在整个社会当中 在整个社会活动当中 出于一个比较边缘化的状态 如果它跟明星没有关系 如果它跟时尚没有关系 如果它没有娱乐性 如果它没有商业价值 如果它跟市场的那种效率 没有直接的关系 它被冷落是必然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相对冷落的状态 是文学在当代的真实的恰当的状态 所有跟文学有关的这些创作者 以及读者 必须要容忍这种局面 作为我个人来说 不论是热闹还是寂寞 我都要去写作 我都要为我的灵魂写作 而且我坚信 只要我的写作足够优秀的话 不论现在是否寂寞 我一定会为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 贡献我的点滴力量 在大海里贡献我这一滴水 这是我在文学聚会 这次文学聚会的时候 一个突出的想法 谢谢您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